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了他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这儿 前辈为何帮我 小友机缘特殊 老朽有事相求于小友 前辈 你我素未谋面 我能帮您什么 小友只需杀了我 江太虚 你当真要不死不休吗 小友无需犹豫 动手吧 如此 千辈 那我便得罪了 我绝不会饶了你 我看着我老朽有东西给你 小友可感受到眼睛的变化 这是我仙族之人一万年才有可能 觉醒一次的六道仙伦爷 每一只都蕴藏着无尽的玄妙 但需要你自己去探仙 我只是帮了老人一个小忙 便能得仙伦宝眼相赠 看来人间自有善意在 但若是几个月前的我 必然不惜世间真情 这真火不简单啊 可惜了 这是个明天军的相关 叶辰 是几个月前的相关 是几个月前的相关 几位师兄 师妹 我们走一趟 是 想要我找个游净不好的女人哪 冬花雪宴 写同会 砍刀 呼 呼 神兽 谁要去 才有你奔命里去 叶辰 快躲开 你扛不住的 抗龙 我的狱鹿也 去 受得住 别过来 我是 文明器罢了 抗龙斩 抗龙斩 死不够 我也是连着两次吗 抗龙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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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拗龙斩 抗龙斩 斗龙斩 抗龙斩 我明明是 叶晨 认命了 从刚才起 你就没有使用过符咒法器 都耗光了 在找你的御警呢 后路也没了 乖乖投降吧 还能让你死轻松点 请你长老可是说了 禁止上人性命 各位师兄当着我的面说这些 可是不将横月宗的规矩 放在眼里 青衣长老也说过 每次大笔都有人因为意外 送了信物 肯定今年这意外 是找着夜师帝命的吧 未经许上人性命运 未经许上人性命运 供应该也认为 这三文字是 四瓶